今天要為大家分享的是本日的維修 然後牌斧目前維修跟陸服一樣的拳王歷程 我們來看一下拳王歷程他跟陸服的差別 因為陸服的話是全鑽 他可能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都是純鑽石的部分 就跟第一階這一樣全部都是鑽石 那一個就一二三階都是一樣 台服的話甚至陸服我們他換算的人民幣的話 那時候我們算過他第一階好像是三十的人民幣 第二階反正他三階加起來是三百二十六塊的人民幣 他以現在的幣值下去算的話 我們大概我算的時候大概是一千四百多塊台幣 就是四百出頭 然後以台服這樣算的話 目前台服第一階是一百七 第二階四百九 第三階九百九 這樣下來看的話 台服的話是加三個加起來是一千六百五十台幣 雖然是貴了一點點 但是假如都是鑽石來說 其實差沒很多啦 就是說都可以接受 因為BGCP值很高 那我們先來看一百七 他第一階的話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嘛 八個的話你八個乘二十 八乘二十 等於這邊上面是一百六十鑽 然後下面是一八八個 一八八一八八你再乘八個 八個 所以下面的話你除值過後的話 你除一百七十塊的話 你可以再額外再拿一千五百零四鑽 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二階 就是你三階你花一千六百五的話 可以拿多少鑽石 然後第二階的話是 四十八十 八十鑽 加八十鑽 上面就是你不除值的話 是八十鑽 下面的話 一千兩千三千三千 三千鑽 加三千鑽 先到第二階 你一二階除下去的話 是四千七 然後我們看第三階 第三階 因為你一二階比較低嘛 加起來的話 四百九加 等於是 五 那個 那個 算五百六百 六百六 等於是六百六 等於一二階加起來是六百六 六百六的話 等下 說錯了 是五百六 六百六對六百六 沒說錯 六百六的部分 六百六的話 你可以拿到四千七百鑽 然後再加第二階的一些 一些獎勵 就是極限 它是極限奧義 極限奧義 極限奧義十一顆兩顆 三顆 三顆極限奧義十 然後 不然用美食的話 就 其實這樣這個 零閃的就可以不用去算了 零閃支援 現在的話 其實大家也是多 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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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應該其實也不太需要去算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去算 我們就算 極限奧義十的話 極限奧義十的話 等於是三顆 然後 萬用美食是 第二階弄完的話 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價值是一百三十個 然後 再來我們算第三階 第三階的話 那一個鑽石的話 是一百 兩百 三百 等於是三百 三百 然後我們再加下面 兩千 它好像只有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 所以是兩千 加兩千鑽 所以等於是 你三個加起來的話 總共是拿七千 算七千零四四鑽 我們可以算是 七千鑽 就等於是拿七千鑽 那七千鑽的話 你又可以拿 目前的話是 七千鑽 然後 三顆極限奧義十 三顆極限奧義 然後目前萬用碎片是 這樣子 第二階是一百三 一百三 一百三 一百七 一百七 再加下面的 一百七 萬用美食 一百七 再加兩百七 兩百七十個 然後萬用碎片 萬用碎片 這邊是五十個 上面沒有送 萬用碎片 第二階也是沒有送 好萬用碎片 又額外有五十個 萬用五十個 然後 橙色這個也不用看了 然後再紅 紅符文一個 因為你光紅符文的話 現在落點也是一顆 也是將近八千至九千 賺才有一顆 所以的話 其實紅符文的話 我們就 應該要落在 總算九千 CP值 然後還有一個 限時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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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限時寶箱的 限時寶箱的 限時寶箱券 還有五十 還有送五十張 因為你有儲值的話 還有五十張 還有最新的 那個萬用援護魂 就是十五字指的 這個的話 我是 用 應該也是會有人用 還有一個 紅 紅 紅 雞 L L 之 喔 他還有一隻 L之 十五隻指的格鬥家自選 但是基本上 這些 普遍 大家都有了 就是只是開來 換碎片而已 這基本上大 普遍應該很多人都有了 所以的話 基本上 這個CP值就是不高了 所以就不太需要去看 所以的話 最主要的話 對我們 一些就是 我說以老玩家來說好了 總計 就是有用的資源 等於就是 你花一千六百五十賺的話 總共有用的資源 體力罐的話 應該也是 不特 不太需要去做加總 但是 體力罐 這一罐一百 比較簡單一點 你一次 你一次回五十 你回一百二的賺的話 是一次等於是五十 大概是等於是 一個的話 大概是五十賺左右 你要那樣抓的話 大概 反正一個體力 一百的體力罐 你可以抓大概快五十賺 反正總計的話 是拿 我們 我看 要不要直接 記在上面 因為我記得 文字的話 我看一下 下 下 最後三角 你不要動 四十賺 一百五十賺 他就應該要是 十五十賺 一百五十賺 不是 全民諸 你 要兩百五十賺 一百五十賺 你 三百五十賺 五十賺 一百五十賺 我拿這個下來改 看一下顏色我要用什麼顏色會比較看得出來 黃色好像是太過於看不出來 藍色,藍色太炫耀了 紫色,但是我把字用 我弄在這裡,再把顏色用好 選一下,紫色是掉了 好吧,用綠色吧,綠色比較看得出來 好,我們開始,開始用打 把這一個 中共在這一個 大幅 Hudson 小生 茶 humano中 不和 野味 proceso 精精 由 hy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們先趕,先趕 好,第一階 第一階的獎勵 第一階的獎勵的話等於是,剛才是算 好,直接算總計好了,不要算總,不要算那一個好了 就直接說軍王綠城全獎勵好了 全儲獎勵 等於的話是七千鑽 七千鑽,然後再三顆極限 然後萬用S 兩百七十個 然後萬用碎片 萬用碎片五十個 然後,紅圖紋 一個 然後,限時寶箱券 限時寶箱券 五十張 然後 然後,紅,紅雞 一個 然後,價格 climb 一個 三角 十張 五十就 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你再加三個極限 極限奧義士奧義士這換算者賺有點難算 阿萬用碎片的話我們 假如他們那時候在賣的話 我記得一百個是七百五十賺 一百個是七百五十賺 所以五十個好像是 哎呀二十五個七百九十賺還是 那時候假如是那一隻 那些限時貓在上面賣的時候 我突然有點忘記耶 我記得好像是 五十個還二十五個 然後七百七百多賺 然後一百個還五十個是一千四百多賺 那我們抓囉抓個君子好了 因為我有點忘記了 我贏一百個好了 一百個贏我先算低一點 一百個萬用碎片算七百賺好不好 算八百啦 所以的話等於是一千六 一千六再加一千六 一千六百賺 然後再加七十個 七十個我就抓 抓大概六百 我們就先大概抓就好了 啊萬用碎片的話 萬用碎片一片大概我們換算 假如以競技場現在來說 最低我們是 我們是以軍的大概是 一片大概 他們在用賣的話大概一片是一百賺左右 所以的話五十個等於是 五千賺啦 啊我算個折扣好了啦 萬用碎片五十個我算四千賺 我們給他現在 以現在來說取得容易 啊一片的話他們在限時資源來說 一片其實是賣一百啦 然後我是以限時資源下去算的話 然後我又給他折個一千 所以就算一個四千 然後紅符文 我們給他算第一八千 就是你要八千賺才能取得 然後限時寶箱券的話 五十張這就不用多說了啦 一次 十張抽一次是六百八嘛 那個就直接是乘以五次 那就是三千四百賺 然後紅基因 紅基因的 你在限時資源在賣的話 其實紅符文應該可以再掉啦 因為八 可以再扣個一千 因為你就以那一個限時賺購來說 他其實七千一個 所以的話我們扣掉一千好了 紅基因我記得是兩千九吧 所以是算三千 算三千賺 所以的話你這樣子這邊 再加第一個七千賺的話 你這邊的換算賺量 弱點大概是兩萬六千賺 快兩萬七 大概兩萬七左右 所以的話 CP值是還蠻高的 但是相對於 如果全部換成鑽石來說 大家還是會比較喜歡啦 因為畢竟我鑽石 鑽石來說 我要怎麼去取捨 大家就是看自己要花就花 不花就不要花 那只是這個目前的話 我們再看下來的話 目前的話是 上面沒有寫有新鮮限制 所以的話 應該是 就是 反正應該是 你除一次 你除完是不是就直接 全王歷程就消失 我是不確定會不會啦 但是他目前 畢竟是 沒寫時間 沒有寫 沒有限制時間 但是應該就是 除一次而已 就是一次就沒有了 那這邊也沒有去寫他的時間 所以的話 也不確定 我們看一下公告 公告好像也是 也是 也是沒有寫時間 假如是 沒有寫時間 就一次性的來說 其實大家就不用去擠 因為去 去慢慢去除他就好了 就是 基本上的話 有些人你要的話 就等 九百九嘛 最後一屆是九百九的話 月包一次就結束了 月包的話 其實六百啦 六百一雙月包就會開完 但我月包快到了 剩八天 所以的話 如果沒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 我就剩大月包 因為他稍微沒有 他們 你大概 你儲值的時候 你月包就會算進去了 呃 對齁 這個可能會沒有算 因為你假如 這樣子儲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算入月包 呃 不記錄充值 會累積VIP 所以我這不確定 會不會算月包 應該是 這個我有點不確定 累積儲值八百雙 那是鑽石 所以這個 這個畢竟 不算除鑽石 所以應該不算在月包裡面 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再測試 到時候再看 反正不急 因為他假如沒有時間限制的話 就不急 他只適合給大家看的話 是我們就是 總計台幣 我旁邊再記一下 總台幣 需 需除值 1650台幣 總計 三階 總計 總計 三階 他三階 需除值1650台幣 反正 三階就是1650台幣 然後拿著全獎勵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 給大家 算是 看一下 就是直接 那你們可以大概自己 算一下 其實就知道 那一個 可以拿多少 就是 因為 反正就明目就在這邊 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就是 你可以省了自己去算的部分 對啊 好 那就 那我們今天 他們 台幅的今天更新拳王歷程 就是 就介紹到這邊 主要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 究竟資源是拿了什麼東西 然後 CP值高不高 CP值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是蠻高的啦 因為你畢竟 1650台幣 你就可以拿到 價值超過 26000 鑽以上的 東西 26000鑽你算一下好了 26000鑽除1.5 因為1.5的1 你還是要花大概17000多台幣啦 基本上 雖然遊戲玩到最後的話 CP值 你東西當然 會一定會用 會送的比較好 沒錯 但是 我們說以他的價值性跟CP值 阿 你的紅符文還是自選的 自選紅符文 所以還是有差啦 東西還是比較好 就大家去取勝 如果有 有在儲值的 你可以去儲 可以小儲一下 對啊 你假如是 如果是之前那個 跟RUF一樣全鑽石的部分 的話 那應該連 V0玩家 都會很想要去除 因為 畢竟是拿到破萬以上的鑽石 對啊 他花的鑽石 花的台幣 他都換算是1400鑽石 就要跟RUF一樣的話 好 那我們今天的 維修 拳王歷程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掰掰